成语故事工作篇 在台高主 战国时候的周年王呢 是一个极其懦弱无用的家伙 虽然名义上他是异国的君王 实际上却并没有实权 当时他所管辖的国土 既小又把它分成两部分来治理 东周和西周 也就是现在河南拱县一带的是东周 由东周宫来管理 河南王城一带的就是西周 由西周宫来统御 而周年王自己呢 则住在西周 楚孝列王因听说魏国的姓邻君 将秦国击败了 想做合众抗秦的众约长 约会各国一同出兵来消灭强秦 并请周年王正式下令申讨 周年王早就看出秦国迟早会有兼并蚕食 周朝的一天 于是同意了他的请求 便在西周招兵买马汇集大军 然后由西周宫代理着前去 与各国的兵马汇合 可是当时周朝 因为穷的实在筹不出这一笔数目庞大的军费 只好立下字句 向各国的殷商富豪们 临时告在祭吉 并严明等到将来打了圣仗回来 一定予以加倍偿还 谁知道周年王的大军出动以后 竟只有楚宴两国派兵前来会合 他们一直在约定的地点等了三个多月 依旧不见其他的诸侯国派兵前来 结果这一仗非但没有打成 到把借来的军费都用在行军和等候中 画得一干二净了 最后西中宫看情况不对 只好将大军撤回国内 这时国内的殷商富豪 却天天拿着借据到宫门外来向周年王所在 烧老之声一直传到内情里面 周年王因国库之处而又无钱偿妇 于是不得不整日躲在宫内的一座高台之上 借以占庇 后人因此便将那座高台名之位必在台 在台高竹一语也就是由此而来 此典故出自汉书诸侯王 表序 成语债台高竹 比喻欠债太多无法偿还 还记得几年前 先后出现了一批卡债主 而这些卡债主 正是因为银行为了充发卡量 而操发的客户 起因正是因为持卡人不懂 如何有效运用 而导致最终信用破产的结果 这个风波持续了好多年 至今还有人身陷其中 而政府才接着推出许多的机制 协助生活重建 让这些人得以喘息 说穿了金融机构正是最大的获利者 不但赚到了客户 也赚保了利息 而这些卡债主 却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或许有人会觉得活该 但是这中间真的有大多数的人 不是因为虚荣而造成的结果 而是因为不当的周转 勿将信用卡作为周转工具 才会导致最终的结果 太多的金融商品 只能说要记取教训 因为银行不是慈善机构 不会做赔本的生意 要紧记教训 才不会让自己遗憾终身 生活应用力据一 效力因为赌博输了很多钱 现在是在台高竹了 二 张先生做生意失败了 如今在台高竹 连房子都卖了 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吗 希望能为你在这忙碌的生活中 带来一点温暖与陪伴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下订阅 给我一个赞 并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哦 我们一起加油吧